四平的靠山腿 因为家境贫寒 初中二年级辍学 他是快递界著名的高帅富 在纽约证交所 为阿里上市敲钟 他没有学历 没有背景 却敲开了诸多明星大腕的门 他叫豆立国 大家都叫他快递哥豆豆 从穷小伙到百万富翁 他创造了自己的财富神话 从自行车到大奔 他不断刷新 自己的人生速度 有请本期主角 欢迎快递小哥豆豆 各位老师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 听说您是百万富翁 我们想知道 您是怎么赚到这百万的 送快递啊 只是送快递吗 对 长长时间 送快递 前几年也没赚到钱 然后后来赚到钱 就几年吧 几年 五年 五年 对 挣了多少 两百六十万 我都想去送快递 对 五年以后赚得更多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真的很难相信 他曾经是个 偏远山村的农民 初中都没毕业 而如今却成为了 百万富翁 甚至未来 要买一辆大黄蜂跑车 要开着跑车送快递 一个普通的快递员 是如何靠送快递 成为人生赢家的呢 2004年 豆丽国就成为了一名快递员 而当时的快递 也可不像现在这么红火 他每天背着一个包 取着一辆二八自行车 穿行在北京的每一个角落 一天能送二十几个块件 每个块件是两块钱 一个月算下来能挣上七八百块钱 尽管说活累钱少 但是豆丽国从来不抱怨 渴了就喝一口 办公楼卫生间的洗手水 而饿了呢 就咬一口兜里装着的干扁馒头 有的时候还得忍受收获人的冷眼和巴掌 正是豆丽国的这种 肯吃苦不抱怨的性子 为他带来了一线商机 2010年盛夏的一天 豆丽国接到了一单 和物流公司合作的业务 本来按照约定 所有的货物应该有物流公司负责装卸 但是客户不信任物流公司 那要求快递员来卸货 虽然客户的要求极其无理 但是委屈也只能深埋心底 豆丽国一咬牙 卸货就卸货 可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哪有那么容易啊 那可是四米二的大货车 这车里装的全都是书啊 足足有几吨重 更何况当天的室外温度有四十度 那大货车简直就是个大蒸笼啊 那人一动不动站在里边 都满身汗 更何况是搬书呢 可是豆丽国硬是一个人 把这一箱好几吨的猪给搬了出来 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洗了好几回啊 都说好人有好报 这话放在豆丽国身上 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半年之后 豆丽国意外地接到了一通电话 而电话那头就是那个 让他搬书的客户 小豆啊 我看你是个十载人 我们公司有笔大单子想和你合作 你愿意不 一听来生意了 豆丽国赶紧登上他的三轮车就去了 稀里糊涂地和客户啊 签完了合同 而没想到 那是一份让他不敢相信的巨单 那一单生意足足让他赚了26万元 也成为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 如果说上一个电话 让他发家致富 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通电话 可谓是改变了他的命运 2014年的某一天 豆丽国接到了一个电话 说是要邀请他做阿里巴巴上市的敲钟人 一听他就赶紧把电话给撂了 心想 这咋可能呢 这绝对是诈骗 那上市了还要敲钟 别闹了 直到他见到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在路障洗的时候 他才敢相信 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 2014年9月19号 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 正式挂牌上市 豆丽国成为敲钟人 和马云出现在了长枪短炮的记者面前 接受着来自各国媒体的报道 直到那个时候他才明白敲钟的意义 因为敲钟 这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小伙子 一夜爆红 而也有人要问了 这个骑着三轮走街串巷的快递小伙 为什么会被马云看中呢 所以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上 大黄蜂到底买了没有 大黄蜂没买 还等着买呢 今年是这样我的钱也够买大黄蜂 但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我生病了 我得了糖尿病 得糖尿病之前 我真的是一直想要买一辆大黄蜂跑车 因为我觉得那个很拉风 但是我生病的时候 我发现所有的虚荣 真的都是大家说的说像浮云一样 那个时候只有家人朋友来关心你 因为我觉得原来家人是最重要的 跑车我可以放一放 明年再买 我要买一辆好一点的车 让我的家人坐得更舒服一点 更幸福一点 因为买一辆奔驰的越野车 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坐在里面 如果我买大黄蜂 那只能是我坐 副驾驶坐一个人 那孩子坐哪 我的爸爸妈妈坐哪 所以说我选择买了一辆奔驰 非常好 我听说你这个去纽交所敲钟的时候 还有段故事 那当时马云怎么选得上你呢 因为我是我们公司啊 2013年度的全国的十大劳动模范 然后我也是国家邮政局 2014年评选的全国最美快递员之一 所以说正好以前我还上过几次电视 有可能综合吧 很多原因他们就选了我 但是原来我一直以为是他们 因为我长得帅他们才选我 但有可能是我想多了 我听说当时您还录了一段视频 然后马云看到这个视频也很感动 是吗 是这样 我们在去美国之前嘛 他在中国一共是选了 差不多有20个人左右候选人 然后每个候选人 他会录一段小视频 录视频的时候我就说 当年我从农村来 我们家很穷 然后从一个小山村来 来到北京 我当年是骑着自行车送来的 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我能在北京有车 然后呢在老家买一个 150平的大房子 真的这一切我觉得来源于哪 真的是来源于电子商务 当时说的确实挺感动 后来阿里人跟我说 说我们老板看到这段视频以后流眼泪了 他们当时还发个邮件嘛 给所有公司的高管发一邮件 说看到了视频以后 我流眼泪了 不是因为我在凌晨四点熬夜困的 是因为我被他们真正的感动了 我看到这些照片 但是你当时穿的是工作服啊 对 我是在早晨五点钟 穿着工作服进到纽交所里去 然后纽交所的一个领导 后来他们有个翻译跟我说 说我们这个领导说呀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穿着工作服 进到我们的贵宾厅 因为纽交所里是可以进 但是贵宾厅的话都是贵宾 因为马云的话 在全世界当时这个活动 他一共是请了两百多位贵宾 就是只有我是穿着工作服 大家都是西服领带 然后穿着特别正规 那你这工作服厉害了 你这工作服现在还有吗 有啊 那我们大家能看看吗 可以可以可以 这件就是我的那个工作服 签了好多名字 对 这个上面的话 有很多明星啊 或者一些大佬的签名 马云 五年 怎么还会送快件挨打呢 我们在之前的话 快递公司的规定就是说 你要先签字再验货 如果客户不签字 他把货验了以后 他一看说这个不对 我不要了 那就得我们买单 就得我们把这个东西买 原来是这么规定的 所以说有一次 我送一个快件给一个女孩 她非得要先那个先看 我就说不行 就这么扯 她一下就把我快件抢了 然后我准备去抢的时候 她啪就给我一个大嘴巴 她打我一大嘴巴 他们同事看见她动手了吗 他们当了好多男的 就蹭蹭蹭全跑回来了 然后就在那个楼里追着我打 其实我个子也挺高嘛 其实但是我也 也不可能打过那么多人 后来我就跑 连包什么都不要 最后快件什么都丢到楼上 后来报警了 警察来了 帮我把快件给要回来 然后 但是最后 还是我给人家赔礼道歉 因为警察跟我说 小伙子 你看你天天在这边送快件 你跟客户关系别 出得太僵了 你就跟人承认个错误 就说你不对 然后要不然以后你来这块 人家为难你或者怎么着 你也没办法 后来我没办法 我就跟人家赔礼道歉 现在说我错了什么的 像这种情况的话 比较正常 我看他们也挺辛苦的 那为什么他们就挣不到 五年260万 你怎么就挣到这么多钱呢 有什么撬门吗 对 我经常跟我们的 现在的员工啊 其实像我挣到这么多钱 一共是有三点原因 第一点呢是坚持 第二点呢是不要脸 第三点就是坚持不要脸 因为如果我们做快递员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推销员 如果我们特别去要面子 我们就没办法去跟人家说话 到时候给人家说 你好 快递签个字 人家就走了 是不是 但我送快递跟别人是不一样 我送过去以后呢 我会跟人说 你好 这有一个您的快递 您帮我签个字 客户签完字以后 我会说谢谢您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您这个快递有什么问题 您可以找我 其实对于收件人来说 他的快递会有什么问题呢 顶多就是号不对 换货 或者东西坏了 退货 那只要他换货也好 退货也好 他就得找到我 那我就能挣到这个钱 然后呢 我也是 还是我每天啊 我都会坚持穿工作服 我就要想办法让人记住我 在我那一片 所有的人都认识我 都知道 如果我脱了这个衣服 真的 有的人就不认识我 然后 平常的话 我还 怎么说 我从10年 10年开始吧 在2010年开始 我就每年的圣诞节 我都会装成圣诞老人 给我那一片的客户 送苹果 最主要呢 我这个苹果呢 还搭配一张我的名片 所以说每个苹果 我会配一张名片 好多人说 我从来不发你 你为什么给我送苹果 我就跟他说 是因为 平常我给您送件 我也是挣钱的 2013年的 那时候我送的件特别多 那时候我们要发 三千多个苹果 您最早那一年发多少 最早的时候才发四五百个 四五百个 对 到13年的时候 就发三千个苹果了 然后那个就感觉 那个时候还想 也想点办法 看能不能拉点赞助啊 后来我就找了三个客户 他们赞助了我三千个苹果 等于我自己就买了 你看都不用自己掏钱买了 我还真是 真有人用市场营销的思路 在送快递啊 对啊 是 我当时是这样 预计要发三千五百个苹果 但是我没有那么多苹果 我怎么办 而且我又不想花那么多钱 去买苹果 那我就跑到我的一个客户 是一个火锅店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看 我见到你在杂志上做广告了 但是北京这么大 南城的人 不可能跑北城来吃火锅 我说但是我每天 在这片送件呢 接触都是这附近的居民 我说你可以印一些广告 搭配着苹果 我发给你 他问说你要发多少苹果 我说我要发三千多个苹果 后来客户说行 那我就赞助你一千个苹果吧 后来我又跑一个珠宝城 说你看这一片的高档社区 他们都是有买珠宝的 这个潜力的人 我说但是你发广告啊 发宣传单的你是进去 但是我们快递员是可以进的 我可以每一个苹果 配一个你的宣传单 当时这个老板就说 哎呦你这个方法挺好 你要发多少个苹果 我说预计三千五百个苹果 他说这样我不光给你 提供这个三千五百张这个广告 我还给你做三千五百个袋子 就装苹果的袋子 对他给我做了三千五百个袋子 然后我又跑到第三个客户那儿 第三个客户做什么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在 一三年的时候 特别流行那种寄付的软件 说你走多远 消耗多少卡路里 然后折合多少什么牛肉 我就看见我有个客户 那个弄这个 我就跟他说啊 我说你看我这一片啊 有六个大学 大学里全都是年轻人 而且我现在松开价的 接触的都是公司的青年白领 他们特别喜欢这类的软件 我说你那天给我赞出点苹果 我帮你把你这个宣传发出去 而且我可以在每个大学呢 你提供一个广告牌子 我放到大学里边 让同学们扫码 然后我同时 我又可以在我的微博里边 直播我当天送苹果这个事 走了多少步 消耗多少卡路里 然后这个客户就说 这个挺好 后来他就给了我 给了我一千个苹果 这样我就自己买了500个苹果 你梳理了三个客户 不同的市场推广需求 没错 他这个故事充分说明 光埋头苦干是不行的 除了苦干以后 还得巧干 没错 还得动脑筋 动脑筋 小事 很多人认为小事 不值得用心干 这个豆豆往这一站 让我们看到一个人 用心做最普通的一个基层工作 就是送快递 他用心做 做出了市场推广的高度 然后他五年260万 那钱该是你的 我觉得还不仅在于此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社会 跟过去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因为他的机会 实际上蕴藏在我们生活中间的 看似普通的那些工作里 那么谁能率先发现这些商机 谁就能够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 先人一步 我觉得这个豆豆这方面 确实做得比较好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这个豆豆当老板了 现在一年的年收入多少 现在差不多有60万 50万 五六十万吧 行啊 对 现在一年的话 差不多就能买一辆大黄蜂 你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 对今天的年轻人 有意义的经验 经验的话 我觉得一个是要勤劳勤奋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要直到感恩 直到感谢别人 别老记那些不好的事 所以说你的心态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想多想好的 少想那些坏的 把坏的忘了 那你的好事子就来了 你说得真好 让我想到一句话说 真正的快乐不是得到的多 而是计较的少 善良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这个豆豆哥 他不光是能吃苦 通过他跟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 他实际上是在不断地释放善意 豆豆哥的经历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如果要是 努力在生活中践行善 一定能够获得回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很多人经常讲 我们今天的中国 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 还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机会的 这么一个国家 我觉得是 像豆豆哥这样的人 他赤手空拳来到北京这样的城市 他举目无亲 也没有任何背景 就是靠自己一双勤劳的双手 和一个与人为善的内心 他就取得了成功 我觉得这给我们每个人 都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板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梦 只要你愿意付出 你愿意付出善 你就一定会获得成功 我们下期再见 是 我们下期再见